屏東小琉球在昨天晚上七點多 驚傳全島停電 整個島上是伸手不見五指 突如其來的停電嚇壞 當地居民還有住宿的旅客 根據瞭解一共是影響了 多達四千多戶 屏東縣長周春明也發文 第一時間打給臺電詢問 緊急啟動備用發電機 最後終於是在晚間八點半左右 全島復點 整間餐廳人聲吵雜 但視線索機確實伸手不見五指 賓客吃飯吃到一半 突然大停電措手不及 這裡是小琉球的一間餐廳 民眾甚至還得帶頭燈才能吃飯 十五號晚上七點多 小琉球疑似是電箱故障 發生全島大停電 好巧不巧剛好發生在吃飯時間 突如其來的停電 嚇壞當地居民和遊客 小琉球連露燈都沒有 整條道路漆黑一片 時封假日一不小心 就有可能發生意外 哇 啊有什麼案呢 沒人知道就對了 停電來的突然 民眾苦喊已經停了一個多小時 等不到電來 只能自備電源打燈 一排住家全都沒電 街坊鄰居在黑暗中 只能苦苦等待 無法跟客人交代旅宿業者很頭痛 還有客人不知道怎麼回家 少見的全島大停電 不免讓遊客少了興致 第一時間屏東縣長周春米火速打電話 給臺電董事長關切 臺電說明是小琉球 流南虧心故障 造成4171戶停電 最後在晚間8點半 全島復電卻也讓民眾嚇一大跳 記得綜合報導